濃郁醬汁淋上白飯 香氣瞬間撲鼻而來 讓人食指大動 日食咖哩不止美味 居然還能預防失智 數據估計到2040年 日本每三位老年人 就有一位患有失智症 或輕度認知障礙 不少青年壯年族 現在已經開始擔憂 醫師指出除了睡眠要充足 吃什麼同樣重要 咖哩防食制除了有日本醫師背書 新加坡也有一項 針對一千零一十名老年人的 研究發現 跟從來不吃咖哩的長輩相比 每個月至少吃一次咖哩的老人家 失智風險降低一半 其中關鍵 就在咖哩中的成分 薑黃素 營養師表示 薑黃素功效包括抗衰老 抗發炎 甚至可以減少導致 阿滋海默症的大腦化學物質的作用 不過咖哩並非人人適合吃 由於薑黃素還會促進胃酸跟膽汁分泌 醫師建議孕婦或肝功能不佳 胃腸不好者得要謹慎使用 下禮新聞 劉卓宇報導 和溝水 拜拜